缅甸战火,波及一缅边境,莫迪奥学特朗普建边境墙,印度制造雄心勃勃,为何印度无法取代中国,巴铁采购隐身战机,印度很是担心,歼10C首战告捷,巴铁越境打击伊朗。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据观察者网1月21日报道,当地时间1月20日,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一场活动上表示,莫迪政府将在印度与缅甸边界筑起围栏,并考虑结束与缅甸之间的自由流动制度,以阻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印度。 据了解,自去年10月开始,缅甸爆发内战,随后从去年11月开始,陆续出现缅甸难民逃亡至印度的情况,印度与缅甸临近的地区是著名的东北七邦,当地民众与一般印度人并非同一民族,因此印度在当地采取了高压政策和血腥压迫,而缅甸难民的涌入,令印度方面警惕异常,担忧这群难民会导致当地局势出现变化。 印度政府在当地的打手,臭名昭著的阿萨姆手枪队此前曾表示,有近300名携带武器和弹药的缅甸士兵从缅甸一侧逃亡至印度一侧,印度方面已经将这些人控制了起来,并且随时准备将他们送回缅甸,印度方面担忧此事,并非没有道理,解放战争结束后,有一部分败退的国民党讲匪军,逃亡至了缅甸,泰国等地,这批人虽然并非解放军的对手, 但是战斗力较缅军和泰军来说要强上很多,一度在当地称王称霸,印度方面显然是担忧,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东北七邦出现,且不提印军的战斗力相较于缅军如何,仅仅是东北七邦由于印度政府的不做人行径,存在严重的反抗斗争和分离倾向一条, 就足以让印度方面对于任何或主动或被动出现在当地的外部势力产生芥蒂了,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印度方面所想到的应对方法便是效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印度边境修建边境墙,阿米特·沙阿称,印度政府很快会在印度与缅甸边界修建围栏,限制来自缅甸的人员自由进入印度,据介绍,印度目前与孟加拉国边境的大部分地区都设置了双层围栏, 他还表示,印度正重新考虑应免自由流动制度协议,预计将很快结束缅甸人员自由进入印度的现状。 报道介绍称,基于莫迪政府的东向行动政策,自2018年起,印度实施与缅甸之间的自由流动制度,允许一国边境地区居民无需签证即可在另一国境内自由旅行最远16公里。 印度临近缅甸的弥佐拉姆邦的弥佐人,被认为与缅甸亲人有着共同的种族。 社会和文化联系,因此,莫迪政府的这一政策,真是目的世界自由流动之名。 借弥佐人与亲人的民族关系,尝试寻求向缅甸方向进行扩张,如能实现领土扩张最佳,不能也可以寻求文化和政治扩张。 然而,由于缅甸方面向对于印度的更加落后,莫迪政府的这一政策在短期内出现了反噬的情况,也就是出现了大批难民涌入印度的情况。 这并非莫迪政府所想要看到的,试图通过建墙和中断自由流动来阻止难民涌入,可以算是莫迪政府对这一危机所造成的漏洞的紧急弥补。 东北七邦的难民危机仅仅是目前印度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的一环。 客观来说,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也即寻求印度国家整体的进步。 这需要印度在国际产业供应链中向着更上游的位置攀爬,然而,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有另一个与印度体量相当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存在了。 虽然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制打压中国的目的,在近些年来积极鼓吹中国崩溃论、中国停滞论、中国倒退论等等话术,试图用这种舆论宣传的手段来妨碍中国发展。 然而在2023年结束后,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还是以酸溜溜的语气表示,中国的确实现了2023年的发展目标。 华尔街日报则更加直接,表示在短期来看,印度显然是无法取代中国的地位的。 报道指出,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崛起的20年,也因为如此,许多人都期盼接下来的20年是印度崛起的20年。 然而,印度的发展路径明显是与中国截然不同,且更具挑战性的。 除非印度在接下来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否则根本无法取代中国。 报道显示列出了一系列印度的优势,印度的人口规模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半数以上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有着充足的年轻劳动力,印度目前的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了曾经执迷印度的英国。 位居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印度股市连续八年上涨,远好于中国股市。 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预计将会在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困难却并非印度的这些优势所能够抵消的。 报道认为,中国与西方经贸关系的日益恶化,可能也会损害到印度的发展,印度的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劳资矛盾,因此家庭和公司很难储蓄财富用于投资,而投资是发展的重要支柱。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的多个经济体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都采取了大力投资的手段。 同时,印度的贸易壁垒是相当之高的,印度的商誉也是毫无底线的。 中国国内有许多惨痛的案例,在与印度方面谈好一笔交易,发货后印度方面的买家或卖家立刻消失不见。 这是印度方面的商家,利用印度政府的清官政策,以及自己身处中国之外的优势,用一点首付款来侵吞中国商家的全部货物,或者是骗取中国商家首付款的惯用伎俩。 想要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就必须在这方面有所改变,还有就是,印度在女性就业这件事上存在严重的不足,远低于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约50%的平均水平,与中国的71%更是相距甚远。 而在这背后,是印度整个国家都未能解放思想,铲除封建残余的体现,印度国家的建立并非基于彻底的暴力革命。 而是依靠妥协才得来的,这使得大量封建地主是身摇身一变,就成为新印度的主人。 印度建国后的发展困难,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封建势力的阻碍有着直接的关系。 无论是贸易壁垒,还是女性就业,亦或者是落后的基础设施难以得到有效维护更新,也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之所以难以积累足够的财富去进行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富被这些封建主们所分润,变成了供他们享乐用的种种。 这一情况在中国也曾出现过,在西方进行科技革命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皇帝乾隆,依靠高效的税收系统,大肆敛财,供自己享乐,有观点认为,耗费白银达数千万两甚至上一两之巨。 此外,印度还与周边邻国有着直接的领土争端。 而这种领土争端,在目前莫迪政府力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加持下,极其容易变成国家间的军事冲突。 最近的例子是,2019年的印巴空战和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 印度方面,在这两起事件中甚至都难以做到战术乃至战斗胜利,而在战略层面上也没有改变太多,在中国方向上。 随着中印军事实力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印度方面其实已经很难再占到便宜。 在巴基斯坦方向上,由于近几年巴基斯坦内部斗争加剧,印度反而有一些希望,希望能够实现一些进步。 无论是支持恐怖组织比鲁之解放军还是巴基斯坦塔利班,亦或者是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都是印度方面实现在巴基斯坦方向上扩张的手段。 对此,巴基斯坦方面也并非没有反应,但碍于种种因素,其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手段,只有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是俗称的抱大腿。 2022年,巴基斯坦从中国购买了一批歼10CE型战机,随后在当年3月的阅兵活动中正式亮相,这款飞机是一款四代半的战机,作为国土防空用的战机来说十分合适。 而在2024年初,又有消息称,巴基斯坦方面正在寻求从中国购买第五代隐身战机,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了印度方面的焦虑,据了解。 巴基斯坦方面计划购买的隐身战机,可能是FC-31型战机,这款战机并没有正式列装解放军,此前被认为是沈飞推出的一款用以验证自身技术的试验机,也有观点认为可能是为了日后解放军海军航母所研发的舰载隐身战机试验机。 新德里空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潘迪教授表示,巴基斯坦空军的这次军构如果成真,可能会改变该地区的空中力量平衡,印度必须密切关注其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所有地缘政治发展,并保持谨慎。 印度空军的作战中队实力不足,无法应对两线作战,这一点令印度方面十分担忧,不过潘迪教授也指出,巴基斯坦正处于政治和财务动荡之中,目前累计的债务高达约9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显然是无法负担其采购FC-31型战机,又或者是该型号的后续改进型战机的成本的。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印度方面可能会选择采购美国的F-35战机,这款战机是目前国际市场上唯一一款可以购买到的五代战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严重的不足,但其生产超过1000架的事实,证明各类买家都愿意为了五代机而去选择向其所存在的不足妥协,但是,这样一来,印度方面也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对印度自己正在推进的, MCA先进中型战斗机的研发计划会产生冲击,印度方面希望能够设计一款单做双引擎的第五代隐形多用途垂直起降战斗机,2009年便已经亮出了模型,如果购买F-35用于对冲巴基斯坦可能的购买FC-31的影响,那么,MCA计划必然会面临被废弃的选项。 其次是,印度需要加强本国导弹的研发,毕竟只有战机而没有配套的导弹的话,等于是有枪却没有弹,只能够吓唬人而已。 最后,印度还需要加强对隐形战机的探测能力,而这需要其在米波雷达领域取得突破,目前来看是较为困难的。 有意思的是,也就在这则消息爆出的同一时期,巴基斯坦空军出动了歼-10C,跨境打击了伊朗东部的比禄之解放军的基地,这是歼-10C这一型号战机首次参与实战。 此外,巴基斯坦方面还派出了一龙无人机和骁龙战机协助作战。 一龙无人机负责进行空中侦察,确定打击范围内存在高价值目标,骁龙战机负责在巴基斯坦境内发射增程空地导弹。 而歼-10C负责提供空中掩护和电子战支援,还有分析认为,巴基斯坦空军可能还派出了采购自中国的ZDK-03预警机,在后方提供全程监控和指挥。 这次实战很难不让人联想到F-22战机,在2023年之前,F-22战机作为美国最先进的隐身战机之一。 所执行的各类实战任务,也大多不过如此,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在面对没有强大空中机队的敌人时,负责去压制敌方的防空反倒力量,甚至于是在面对连防空反倒力量都缺乏的敌人时,直接飞到对方头上去扔炸弹。 相比于F-22来说,简-10CE所要面对的,是有着较为成熟的防空反倒体系,有着远超自身规模体量的空中机队的印度空军。 2019年的印巴空战,证明了印度空军在战术水平上逊色于巴基斯坦空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印度采购法国阵风战机。 印度方面希望通过更新换代战机的方式来实现对巴基斯坦空军的压制,但从结果来看,简-10CE作为一款合格的四代半战机,成功抵消了印度阵风战机对巴基斯坦领空的威胁。 此次参与实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巴基斯坦空军两年来的训练水平。 不过,如果未来印度选择采购F35战机,或者印度真的研发出自己的五代机后,简-10CE所面临的压力会陡然增加,作为地区冲突中相对较弱的一方,巴基斯坦是没有与印度进行全面军备竞赛的能力的。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